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会看得更远 看得更高 到了日落的时候 要享受黄昏晚霞之美 让我们一起迎接 更精彩的晚霞生活 要快乐 要活到老 学到老 学习是一种乐趣 而不是一种功课 那么有多少人 有我们这样的福气 把学习当作一种快乐享受呢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嗨 大家好 我是黑又龙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的开始 就是我要做一个 我最有资格做的一个节目 那就是谈谈我们银法族 老人怎么样能够过更好的日子 特别是第一集啊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其实我觉得年纪大以后 这个对学习的心态 跟在学校里 是为了考试 为了成绩而学 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们真的是放开了去学 我慢慢会讲到底什么意思 我听过谈人的一声 就是当我们青少年 或者刚进入社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叫做日出晨曦 大家想想在公园里面 苗语花香充满了生命活力 可是到了中壮年的时候 可能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那个时候叫做日震当中 发热 发光 那个时候多半是收割的年代 也非常非常的得意 可是我们最要学习的 就是怎么样过一个 在年纪有一大把的时候 还可以过一个好日子 享受晚霞之美 这个晚霞一片红 尤其我在海上 或者在观音山那边 看到那个红的云 真是美 可是好多人这个时候 也会有抱怨 觉得自己走不动 跳不动 就是我倒想跟各位分享 我最近收到一封信 这个人是卡内基的讲师的讲师 他教讲师的 他教了一辈子 他说最近他在他的前院子的阳台 面对了日落晚霞 然后跟他太太喝了白葡萄酒 然后他们就回忆他们的一生 他们说 我们的一生 如果重来一遍的话 也不会比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一生更好 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心情 couldn't be better 我不会比现在更好 我也希望 我也能够享受这样的晚霞之美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要学习一些什么呢 有一些很简单 你明天就可以去做 好比说我最近才报名了书法班 各位 我们小时候要写毛笔字 那个是一个功课 那我手都是黑的 可是我一直爱上了这个书法 没有时间 因为工作忙 你看我现在有足够的休闲的时间 如果我可以写一写 按照自己的 我甚至于模仿这个 诵唐诵的诗歌 写一写那种 红书首黄藤酒 满园春色 公强柳 我自己写下来 这个真是一种享受 这个你明天就可以做了 还有呢 我有好多跟我相同年纪的朋友 80岁左右 早就放弃了 跟现代科技为伍 就是操作电脑 我现在所有的写作 写 跟国外的通讯同事们的联络 朋友联络 都是靠电脑 iPad 好多人说我 我已经早就放弃了 其实我跟你坦白说 我在六十几岁的时候 我也告诉自己 我大概太晚了 我不要学怎么样打电的 因为我的年纪是 我没有学过注音符号 波波波波波 我怎么输入 我想大概不适合我们老人 想不到现在可以用手写 用手指头在上面画都可以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 不只是非学不可 而是乐在其中 还比说你跟你的孙子孙女 好好的斗一盘电脑的游戏 或者打仗 不知道你很难想象 你可以带给孙子孙女 多少的乐趣 那么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我们比较深刻一点 我们要学习 要培养 要成长 才能够享受晚霞的美的 就是我们多培养一些感恩的心 我们能够活到现在 真的是一种福分 话比说 我的小孩都长大了 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我记得这个 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 叫Christensen 他是教创新学的 这些年轻的工程师 都要跟他学 他在去世以前的一篇演讲里面 他说 当我去世的时候 到了天堂的门口 上帝不会问我说 你的学位是什么 你的工作是在哈佛大学教书 你教什么 他重要的是要问我 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 你有没有给你的小孩 很好的影响 你有没有包容跟你个性不同的人 你周围的人 你的老同学 老朋友 邻居 家人 亲戚 有没有因为你 而变得更正向 如果有的话 你真的没有虚度一生 可是这种心情要学习 要练习 不然的话 我们常常在抱怨 常常在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搞的 那么孤单 那么孤苦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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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 没有帮助你周围的人更快乐 更幸福 你都不需要考虑 立刻可以说有 那就是你看 像我 我现在不只是我有四个小孩 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都结婚了 然后他们又都有好多个小孩 一家有二十个人 然后他们 我已经有四个孙子 是二十岁以上 我就看到他们带小孩 带得比我带得还要好 那么这种正向的影响 一直一直蔓延 延续下去 我们真正的 好好的过了我们的一生了 那么我敢跟你保证 如果你愿意学的话 这种感恩的心情 这种追求幸福快乐的 正向的态度 都是因为我们的学习而得来的 这个比专业知识的学习快乐的多 而且我不敢讲容易的多 但是有价值 更有意义的多 我们的一生经历了日出 晨曦 经历了日震当中 光芒热忱 接着我们现在要好好享受 红通通的晚霞之美 这就是我们仁法族最大的享受 希望你我都能够把握住 谢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